我的天 这么小一只飞鱼身上有三只鱼狮 哈喽大家好 我是Frank 今天到了一只飞鱼 但是我仔细一看好家伙 身上有三只鱼狮 我们来把它去除一下 诶 这掉了一只啊 诶 还没摘除 它又自己跑出来一只 那身上还有两只 我们把那两只给摘除 没错 这就是会飞的那个飞鱼 你看两个巨大的胸臍可以在海面上滑行 首先我们把它摁住 这个飞鱼说大不大 说小不小 必须轻轻地把它摁住 不要让它受伤 轻轻地摁住头部 然后用镊子把这个鱼狮给拔除 诶 这个小家伙太活泼了 这鱼狮在它身上可能不出半天 这个小鱼就会死亡 所以必须把它拔除 好 终于把它摁住了 有一只在外面 诶 轻轻一拨 看见没有 已经拨下来了 然后它嘴里还有一只 以多年的经验判断 它这么呼吸 嘴巴闭不上 嘴里必然有一只 我们把它拽出来 看见没有 马上又出来了 诶 失败了 再拽一次 马上就 诶 出来了 果然有一只 小小的鱼嘴里面 居然藏着大大的鱼狮 总算把它身上所有的鱼狮给清除了 但是这个鱼 也不知道能不能活吧 把它放到港里进养 好像每一次我见到的飞鱼 嘴里必有鱼狮 头疼 而通常这样的飞鱼 都是很瘦弱的 即使拔除了鱼狮 都很难存活 好了 最后再看看戴着墨镜的鱼狮 三只 真是太可恶了